机场人潮像是没有尽头 美国暑假度假忘记的尾声 就是刚结束的9月2号劳动节廉价 人潮几乎已经完全恢复 国内旅游回到疫情前水准 美国光是这个夏季就有超过2.4亿人次移动 尤其今年通膨烧缓 油价后撑来到三年来最低点 让开车出游的人也多了 旅游业冲商机 但是也暴露出长期以来的缺工窘境 就是因为从疫情后就是缺工又低薪 逼得全美上万名饭店业员工罢工增加薪 就在希尔顿饭店前敲锣打鼓喊口后 这次罢工骗及全美 就连远在夏威夷都响应 超过上万名的饭店员工 选在最忙碌的劳动节出走 就是要向饭店龙头万豪凯悦希尔顿等连锁饭店集团 争取更好待遇 为什么选在这时刻就是因为人太久 根据罢工组织Unite Here的成员表示 饭店业的缺工从疫情时就恶化 而且就算有加薪 还是在低薪底层徘徊 尤其今年旅宿业稳步复苏 从美国七月四号的国庆廉价后 暑期人潮就大爆发 饭店房价明明越来越贵 却因为通膨推升成本 很难将获利回馈到员工身上 尽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对自己与拜登 抗通膨的成绩单很满意 但是美国普罗大众就是感受不到 这让川普有机会大打经济牌 而在一片感叹薪水赶不上通膨的哀嚎声中 有一群人是意想不到的高薪族 那就是蓝领工人 甚至在TikTok上掀起旋风 因为许多投入装潢建筑营造 甚至当水电工的都是年轻人 把工地日常拍成Vlog 女生也能当水电工 一段段影片颠覆过去 大家对工地工人的印象 这类工地网红越来越多 间接影响美国年轻人 对技职教育的看法 尤其今年美国总统拜登 还频繁出手为借钱 令到大学研究所的学子们 大砍学贷 对比之下 这群工地网红 有自己的看法 以往的精英不一定高薪 反倒是传统营造建筑业 因为缺工待遇看账 成为不少年轻人 在高通膨时代下的事业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